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绿豆作为一种常见的豆食 口感丰富,富含高营养价值 尤其是蛋白质,无基盐,元素 以及多种维生素可以增强细胞活力 提高免疫力与抵抗力 很多人喜欢将绿豆研磨成粉末 然后制成主食食用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身体的饱腹感 同时也能够使主食中带有绿豆的气味 起到打开人体味蕾的作用 绿豆的四大功效 第一功效就是清热解毒 夏天或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 出汗比较多 水液损失很大 假的流失很多 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 用绿豆煮汤喝 能补充最理想的方法 能够清暑、益气、止渴、腻尿 不仅能补充水分 而且还能及时补充无基盐 对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功效就是降血脂作用 研究发现绿豆中含有的植物灾醇 结构与党固醇相似 植物灾醇与党固醇竞争 止化酶 使脂不能止化而减少肠道对党固醇的吸收 并可以通过促进党固醇 抑化和或在肝脏内阻止党固醇的生物合成 等途经使血清党固醇含量降低 第三个功效就是改善肌肤 绿豆中含有的一些碱性物质 具有清洁皮肤和给皮肤保湿补水的作用 而且如果皮脂分泌过多 还能够帮助去除皮肤里不干净的东西 对皮肤的生成也能起到清洁的作用 绿豆不仅可以内服 还可以外敷 所以现在绿豆面膜一直都在受到女性的亲耐 除了清洁皮肤 还能够给皮肤补充水分 使皮肤更有弹性 第四个功效就是抗肿瘤 绿豆富含膳食纤维 功能性低聚弹 环童类 以多分类物质等成分 可以通过多种涂经发挥抗肿瘤的作用 绿豆淀粉中所含的低聚弹 是人体肠道类 酸起杆菌的增殖因子 经常食用可以改善 肠道菌群 减少致癌物的吸收和产生 进而防止某些癌症的发生 绿豆和它是黄金搭档 每天喝一点湿气没了 失眠也好了 第一 绿豆加薏米 体内湿寒气堆积过度 而出现身体浮肿 睡眠受阻 肌体疲乏无力 四肢筋卵现象的人群 可以通过一米搭配绿豆 煮粥吃 可以促进整体新陈代谢的速度 受痛经现象困扰的女性 也可以通过饮用齿粥 来稳定子宫 卵巢收缩 扩张能力 减轻下腹部 所承受的神经疼痛感 第二 绿豆加莲子 绿豆具有消肿 止痛的功效 而莲子呢 具有温皮 止血 灵心 安神的功效 若将两者搭配在一起煮水喝 可以将功效发挥到极致 同时可以改善体内湿气过重的症状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有齿类困扰的患者 可以自己熬制一些绿豆莲子粥来喝 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 绿豆加海带 绿豆加海带一起煮 海带是一种自身就带有盐分的食物 也就是我们说的点元素 绿豆 海带 汤 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有好处 并且甲状腺 不太健康的人也可以喝绿豆海带汤 但是要搞清楚自己的缺点 还是身体中的点元素太多了 如果是缺点 那么是可以喝这个汤 当然也不能够服用过量 适当的吃就可以了 是绿豆加菊花 这个炎热的夏天 有些人也是容易上火 身体中火气比较大 很容易出现胃火旺盛 口臭问题 对于自类人群来说 可以经常喝一些绿豆菊花茶 具有很好的去火功效 绿豆具有清热解暑的效果 如果能够把两者搭配在一起 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上的不适感 可以帮助你缓解身体内 胃火旺盛问题 让你清爽过一下天 第五绿豆加百合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绿豆属于胃肝 能够补充益气 活血 缓解咳嗽 润肺 绿豆搭配碱性食物 绿豆同时 能够排出体内湿气和寒气 改善睡眠质量和心情压抑的症状 绿豆中含有的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有益成分 能够帮助肺部表层自我修复 排出体内积存的毒素和垃圾 保持氧气二氧化碳的循环力 那么绿豆好处那么多 我们吃绿豆的时候 也要注意以下这三点 第一 禁忌人群 寒凉体质要即食绿豆 寒凉体质表现为 四肢冰冷 乏力 腰腿 酸痛 腹泻 便膝等 而绿豆性寒 食用可能会加重症状 甚至引发胃寒 以及脾胃虚弱等 体质虚弱即食 因为绿豆中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而体质虚弱者 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差 大部分的蛋白不易消化 吸收容易导致腹泻等肠胃不适 第二 煮绿豆不能够用铁锅 平时大家煮制绿豆粥时 一定要注意不能使用铁锅 因为绿豆中的丹铃会倒铁 以后会转化为丹铃铁 会让煮出来的绿豆汤变成黑色 味道也变差 而且绿豆的营养成分也会流失 再食用也得不到应有的作用 第三 带皮吃 绿豆中相当一部分的营养物质在于皮 特别是膳食纤维 抗氧化物质和矿物质 因此我们在食用绿豆的时候不要买去皮了 只用整颗的绿豆 营养更加好 有益健康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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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